45. 星島日報 港口航運股率先跑出稀債現儲光內地數據街 2015年7月14日星島投資王B12每日專題稀債危機有望化解 以及內地出口數據向好,推動港口航運股接力反底 昨日恰然跑出,後市受惠行業復甦,股價尿足有升勢 投資者不妨留意,與港口航運股關聯最直接的內地進出口數據昨日報截 內地海關總署公佈,今年上半年出口總額增長0.9% 其中6月份增幅有2.1% 數據顯示出口形勢逐漸改善 港口航運股順勢傳訊或上大連港2880 廈門港武3378和天津港3382均升於3% 航運股也普遍做好 中外運長航系的中國外運598和中海集團系的中海發展1138 升幅更於5% 受惠去年以來經濟下行及需求疲弱 港口航運股一直較落後,業績不際影響股價表現 以一年計,昨日升幅較大的中國外運 股價跌於4% 同系的中外運航運368更跌於24% 一個月計,更是普遍跌近10% 不過,今年以來內地推出連串補增長政策 特別是找出口大動的業績改善 吸股價上升提供動力 近期,包括中海發展在內的港口航運股陸續發營起 如三大港口股中 就分別有不同區域自貿區發展的支持 廈門港明顯受惠福建自貿區 天津港受益天津自貿區 以及大連港得益於中韓自貿區 憧憬行業整合港口航運股中 國企改革帶來的合併重組憧憬 使影響個別股份後市表現最重要的因素 雖然多家航運據企已澄清重組傳聞 但包括大行在內的多方分析意見均認為 內地四大航運央企有強烈整合 合併重組需要 德銀報告就認為 航運股市時效整合 內地證券商商商業證券也認為 從基本因素看 航運業存在運量過剩 未來幾年供需關係難有明顯改善 四大航運央企業無多有重複 在國際市場上亦存在競爭 國企改革背景下 不排除整合的可能 投資者可趁廣口航運股現價低落 收集優質股 由以職優且受惠國策明顯的股份 值得看高一戶施如港口股中 同時受惠天津自貿區及經津企一體化 兩大國策的天津港發展 股價看升空間就最大 該股作為區內最大的海運碼頭 視自貿區和交通一體化的明顯受惠者 除了港口股 航運股中受惠重組概念 明顯的中海發展最值得看好 該股剛剛發布半年營起 預計上半年順利2.5億元人民幣 較去年同期的4,260萬元人民幣顯著上升 有此利好消息 該股具短炒潛力 巴克萊就是其為受惠此前聯合購船交易中 受惠最大的股份 因為中海發展作為超大型礦石運輸船先入者 身交已有利維持其在市場的領導地位 巴克萊重新與其增持評級 目標價8.6元 作7M中金也分別上條中海發展評級 作由淫與減辭升至持有 中金則上條自確信買入 目標價8.5元